好 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的哲學星期五要準備要開始了 那同樣的歡迎大家今天每個禮拜五的晚上七點半來到哲學星期五在台中 那今天有沒有人是第一次來參加哲學星期五的有沒有 其實有沒有好多好 請放下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都是第一次來台中的哲學星期五 那我想說慣例我稍微跟大家 因為有人第一次來讓我們跟大家介紹一下哲學星期五 哲學星期五這個活動呢其實在 今天大家剛好時間抓得很好 今天其實是哲學星期五的五歲生日 五週年 那我們其實在五年前在台北開始了第一場的哲學星期五 那第一場哲學星期五的時候 大家沒有像我們人那麼多 我們大概等不到十個人 然後就在台北在十大 那時候還在十大那邊的一家咖啡廳 我們就幾個人開始討論一些事情 那為什麼會有哲學星期五 哲學星期五很重要其實就是說 我們看到台灣社會 我們在討論很多的議題 這些議題它其實我們認為所有的議題裡面 都可能會有公共性的存在 那這些公共的議題呢 我們就覺得說它其實沒有被好好的講清楚 所以哲學星期五其實很簡單 就是要把事情講清楚討論清楚 那因為我們就是習慣齁 大家都看過電視的這個正論節目 電視的正論節目你覺得有辦法把事情講清楚 其實很難嘛 那我們也希望說可以透過有一段的時間 比如說每個禮拜五就是兩個小時 在這個一個場域裡面 那我們在這個場所裡面 我們把事情把它好好的講清楚 那可能在這個討論事情的過程裡面 我們本來其實大家都會有 彼此不同的意見的存在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會有一些差異性 所以不見得說我們來到這邊 都要讓大家覺得說 我一定要支持哪一個哪一方的理念 而是說來到這邊 比如說我們今天要討論 有關於這個台南鐵路地下化的爭議的問題 那既然是爭議 我們就來把它好好的講清楚 不管你是在什麼樣的立場 可是我們透過這個彼此不斷的在審議的過程裡面 把大家去尋求一個我們民間公民社會的一個共識 那我覺得這個是哲武最珍貴的一個裡面價值在這邊 那因為很多人來參與 所以要討論清楚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那所以說我們哲武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傳統 不管是在台中台北還是高雄哪裡 台中其實我們是從去年才開始 去年1月2014年1月 所以現在大概一年七個月左右的事情 我們同樣每個禮拜五跟台北一樣 每個禮拜五晚上都在這邊 那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傳統就是說 需要大家彼此稍微一點自我的表露一些表態 所以有自我介紹這件事情 大家知道有介紹 有來過哲武的表情到 第一次來哲武的不知道自我介紹 其實我們是透過說 每個人嘗試的 我們去嘗試的告訴大家說 我們去表達自己的意見 然後告訴大家說 我們是一個有態度有立場的人 因為其實我們在傳統的教育裡面 很不鼓勵大家講話 然後告訴大家說 你哪有人有意不吹 不然就是說 就是不要 就是告訴大家說 你習慣聽前面的權威的 有一個權威性的人在那邊講 這樣就好 其實我們不是來聽演講 而是說透過講者的分享過程 你也可以給講者回問 那其實你也有可能 會跟講者有不同的意見 那你可以趁著在自我介紹的時候 開始表達你對議題的立場 表達你對於事情的一些想法 那其實也剛好其實 我們前面的包含徐老師 那陳老師這樣 其實他們都對於一些議題 他們已經掌握得非常熟悉 那可能其實在這些專家 表露了這麼多的過程裡面 其實不見得 他們也許會有疏漏的時候 可是其實透過群眾的一些 不同的意見的表達出來 其實可以加長的一些很多的東西 那所以要自我介紹 自我介紹很簡單的 我們不用很久 一個人 因為今天時間也有點比例 一個人講十秒鐘的 稍微介紹一下你是誰啊 你為什麼想要來啊 為什麼想要來聽這一場的責務 或者是說 不一定是你對於事情有特別的看法 你來這裡認識的朋友也很好 好 那我們是不是先 就是從自我介紹開始 然後對 然後因為折五齁 其實我們折五齁 台中都是志工組成 包含所有的人 那都是志工組成 那所以說我們 其實我們每個禮拜 為什麼會有這樣 其實靠大家 在這邊幫我們抑注 等一下需要幫我們抑注 等一下需要幫我們抑注 需要再幫我們抑注 那其實我們透過每個禮拜 大家不同 你可能有一些零錢什麼的 沒關係 就透過大家抑注 那因為其實我們獎者 獎者是沒有演講費用的 但是我們會對外地來的獎子 提供一些車馬費上的交通的補助 這樣子 那所以其實我們就靠民間的大家 其實不需要去變成好像 要募很多的狂 而是說我們透過這樣 彼此之間的小額小額的 彼此的互助的方式 然後就可以形成每個禮拜五 就有這樣一個公民的 公共問題的活動 就在這邊 那歡迎大家等一下會後 可以給我們做一點的駐戰 那先來一些自我介紹 那就從這邊開始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林雲 我住那個台中的北徒 那這禮拜一啊 剛好我去那個 銀建築 開一個那個區域計畫的會議啊 那沒想到早上就剛好 徐老師也在那邊幫那個 洞參向永安入治就會的那個 做一個陳情抗議的動作 那其實我今天會來聽這個題目 是想了解到底我們這個 這個台灣是這個憲法的 這個人人權的保障出了問題 因為台灣不是那個 土地是私有制 財產是私有制的嗎 那之間到底出現了什麼問題 如果跟那個 台南鐵路地下化這個爭議 不過我想來了解一下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楊昊群 然後我是大宇 然後單純來了解這個事情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看起來很年輕 念高中嗎 我現在高二 高二 好 大家好 我是陳其璇 我是祝福福里 進來大學三年級的高中 技大步驟 對 我覺得今天剛好是一集 就很累 所以來這邊是紓壓的效果 你覺得有可能嗎 那可能這樣子要今天要讓你出壓的效果 那功課壓力很重 大家好 我是台中二中的黃修阿哥 第二次聽過我玩 那 那個 我 我這次來是因為我很久以前 就聽過摺舞 但是今天是 對 就是第一次來朝聖 朝聖 然後同時也想了解一下 我們這段土地上到底發生什麼事 也做為以後 我們一些運動的知識技術 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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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陳其璇 您是剛好今天有空 又過來 路過 剛好 剛好 大家好 我是陳其璇 我會關心 還有一段話 大概是從大型大型開始 對 但是 跟大型比起來 我們還是對 平常的話 比較不認識 然後 我是陳其璇 我是陳其璇 然後 我是陳其璇 接連燕子的 什麼 大學 是 比較推薦 第一方面的科技 所以我工作 都跟這個 比較有關係 所以我還能這樣介紹 你的工作是什麼 跟這個有關係 對 就是企業報告 好 官邦單位嗎 好 謝謝 好 官邦單位 他也很歡迎 他也很歡迎 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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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黃俊麗 上到節 我想要了解一下 就是 台南市長一直說 他的行政成績是 沒有違法的 然後其實想要了解說 到底整個行政在哪 那我高中才剛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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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平常我對陳其璇也蠻有資訊 那今天想要 比較了解 鐵路公平這件事情 他背後有什麼 關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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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好 我在做理念的 我是韓文童的畢業生 今年畢業 然後 今天來是 為了 許教授的男生 他是本師的概念 最新的概念 對 你剛畢業 你知道 考上什麼學校主席嗎 台北大學法律 那為什麼 為什麼不 許教授 哈哈哈哈哈哈 對 我同學好像在 震發地震 好 對 然後今天 我來這邊 其實我都是來摔車 蛤 對 還是要 大家好 我是今年的大一 新政 然後 因為我想 了解一些 因為這個議題 已經算是 吵得有點 還蠻長 關時間 那後面其實 媒體的東西 都是很片面 很瑣碎的 那種東西 所以我想要了解 更深入的東西 因為很多 重大的爭議 後背後都有一個 重大的癥結 所以我想去提起 處理這些東西 好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漢奇 我是 我是哲務的常客 那這次來騙的話 是因為 我之前 大概幾年前 大普安的時候 我是一點感覺 都沒有 我是 就是 我光是看那個螢幕上的感覺 我是一點感覺都沒有 我只想說 為什麼學生要去站點那個地方 為什麼要去考慮這些事情 所以有時候這種 公益與私益的權衡 我們沒有辦法去拿 像 就其實這種 離我這麼遠的意味 我們沒有辦法去拿 所以我換作說 是未來 發生在我身上 我們該怎麼辦 這樣 所以我再講一次 謝謝 好 大家好 我是藍鐵的 我今天一直來發五圈 歡迎大家 常來發五圈 好 大家好 我是Haley 我是因為 他有老師的 曲老師的Facebook 可以知道有這麼多 所以就過來 大家好 我是Haley 我今天是黑黑的 然後 但是我之前 對於討論一些公平正義的東西 就是 我喜歡看 但我就是喜歡看那個 對面不清楚的政論節目 但是 因為未來有很多角度 所以 今天就是 可是親自來討論 更不一樣 因為你電視上都看你最 自己沒機會 我不是很認真的 那種 會很努力POWER 去把它看得仔細的 所以我就是 藉由大家討論 然後來 避一些比較不同的意見 這樣會不會 謝謝 謝謝 我這個也要開 然後 然後 慣性日過 可以 然後 前面剛剛 去教育部長 鼓勵我們過 然後今天帶你們過來 這樣子 嗨 大家好 我是林之群 我是台北人 然後 剛好今天 來開場 然後 也在台北參加過幾個 我妹已經來 你是穿智服嗎 好 有時候太被淘來 太感人了 太感人了 有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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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才看到這個議題 所以我對這個議題 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 我有一個很有利的條件 來這裡的原因是因為 有幾年前我曾經經歷過國外在經營一個鐵路地下化的一個過程 那我覺得很奇怪說 那我覺得很奇怪說 這個議題為什麼會跟大埔在掛鉤 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所看到的是 比方說以東京的地下鐵路來講 難道他要拆房子嗎 到底我們這個地下的所有權是幾公尺 這是我的疑問 如果說是在30公尺以下挖地道 不會妨礙到鐵路也不會妨礙到住家的時候 為什麼他不往下挖呢 為什麼最簡單的鑽地洞的方法 台灣人竟然不出道 這是我的疑問 所以我想今天來的作用是要翻轉這個議題 為什麼不往地下深層去挖 而要在地表上面去挖 這是一個蠻有趣的一個話題 所以我想來經營建的一個話題 所以這是我來的目的 好 好 大家好,我是高超晨 然後家住附近 今天一整片報告都沒出來 所以我出來不透氣 然後 然後那我的 因為最近好像 因為我們家附近好像要做一些改變 然後像濾川那邊好像有一些洞口 然後就加上我的 也是因為我那更報告的關係 所以我在摸一些台中市那些土地的議題 然後有發現從一開始 一開始那個 那個專輔圈土地的理由 從一開始經濟開發 然後到後來 比較精緻一點 會說我要整隻一條河川 然後就把河川 飛河川地方更圈起來 然後就知道要幹嘛 然後剛好這議題好像也跟這有關 所以我就透透氣之語 然後也過來看一下 大家好 我叫我常任德 我來自於台南 今天是特別來聽我們台南的問題 因為這個議題在我 心裡面已經存在一年前久了 那因為過去這兩三年的話 我一直在處理我自己的土地分身受的問題 那我也分析過工程 工程怎麼規劃 然後都市計畫審議怎麼審議 然後最後的土地徵作效果 怎麼審議的 這整個過程 大概花了很多時間在了解 那所以 我發現政府的很多的程序上是有問題的 所以我想要多了解 多了解就是說 不同的案子在我們台灣是怎麼發生的 那特別是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其實我來之前 我稍微有再把資料稍微看一下 那其實我也很好奇 就是說 他為什麼一定要公民 他原本的規劃好像不是這樣 有那個必要嗎 他必要性是什麼 所以這是我想要多聽聽不同的 比較深入的看法這樣子 我想剛剛前面大概都有一些問題 所以 可能講者都會寫你 大概 待會兒再過程 應該會不會回答到這些問題 大家好 我叫米森美 然後我也是台南人 然後我前陣子 有考慮到北京幫忙 但越深入這個議題之後 會發現自己 所了解的 是不符的 所以我應該是 來不賣物 大家好 我也是寫都市計畫報告書 然後 因為我很討厭寫那個 所以我 後來 現在要去念那個 台大城鄉所 然後 在我過去 修都市計畫課的時候 那特別談到法規 老師在講 因為那個老師 也是地政系畢業的 正當地政系畢業的 他就會來跟我們談說 其實在國外 他們對於私人的土地的保障 是 就是 連他限制發展 他都會去 去 適當地去補償 他一些 發展受限的一些問題 那更何況是 徵收 對他們來說 是一個非常非常嚴重 對於 人的權益的剝獨 那 其實我也是台南人 然後 過去也在成大02社 那 因為不斷跑 學生運動的關係 後來也進入到南鐵幫忙 那 今年 算是來 呃 大家來一個大拜拜 的意思 現在 準備要離開台南了 所以趕快 和大家聚在一起 然後 今天 如果 會後有什麼 希望詢問的 也可以來問問 對 好 今天好多台南來的朋友 那 只有在我們台中伴著路 那 不過我覺得 很重要是說 在我們台中其實 因為台中的這個土地開發的一些問題 也越來越嚴重 尤其在過去長大的 十三年的長期執政之下 那個 不斷的在 在炒房的問題 炒土地的問題 那台中其實很重 我們也可以從 台南的經驗來借進 好 好 好 老師 那個 那個 最先是對那個 土地爭搜尋 這個意義 是在大福的事件 因為那時候 對倡議而已 都想說 不只是遊行而已 那大福是我第一次參加 那 那天晚上 我也不曉得 就好像就是跟著一群人 就突然 什麼好像看到大發想 就 就 自己就爬過去了 就是 那一次是 那一次是 因為 其實那一次是蠻震撼的 就是 那個 合體理性對暴力 有這個原因 那 那其實想說 三位老師都在 都在訓練 我們一個 在帶領大家 這樣子 那 那就反正就是 就是像那種 生生教育 那種興趣 那 那 那最主要是 是因為 其實那時候 心裡是正常人 本來一位 本來一位 以為都是參加遊行 就結束了 但是那一次 我才知道 除了大福的事件當中 其實全台灣 其實有很多 被遺憾收的部分 那 那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 想說 不管是 剛好今天是一個好運動 所以 一方面是 老子也在 都要支持一下 然後另一方面 也是可以自己一個 確信的心理 好 好 這邊 這邊 大家好 今天有個第一邊來 可能不知道有什麼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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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星期五來 我們很少 我們如果說 有啦 你就會跟他 介紹一下 我們 有時候在這裡 這樣 我們現在會 會高興 帶你去我嗎 很高 志工 大家好 我是宜辰 台中志工 那今天雖然在台中 不過 就是很高興可以到台南 就是 膽姐 容易 這麼 這麼聚爭異性的 一個 一體來做詳細的 一體 那這好 我是哲武志工家 大家好 先生好 我也是哲武的志工 我是運方 大家好 我是哲武的 攝影志工 直播志工 淑慧 然後也是 台灣農村陣線的夥伴 然後 我今天很高興 能夠促成這一場的 這個議題的 在哲武面裡討論這樣子 因為在 六月份的時候 曾經的一場活動裡面 然後 在那場活動之後 發現 就台中人 不知道 南鐵的議題 然後 甚至台南人 也有很多人 不了解 南鐵的議題 那我在 哲武的這個 資工群組裡面 我提出了 這樣的一個構想 然後很高興 我們哲武的伙伴們 大家合力來促成 這樣的一個議題在題 我們台中哲武 來跟大家討論分享 謝謝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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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俊瑩 我也是 看到那個 學老師 第一次的 第一次來哲武 對 好 謝謝 好 都介紹完了 好 那其實我們 剛剛大家 稍微都有提出自己的一些意見 或問題 那 沒關係 反正待會 就是我們 前面的 今天邀請到的兩位 這個獎者 會有很精采的分享 那我先把時間 就先交給我們今天主持人 所以自從九五次公信